高鐵準備離站 一名男子站在車門處 手擋車門不肯離開 帳戶人員不斷勸阻 眼見影響列車安全 車上保全將男子推下車 沒想到 男子突然揮拳攻擊保全頭部 保全抽不及防慘遭K中 旁邊帳戶人員急勸阻 男子不斷出拳攻擊 保全之好 男子遭到壓制立刻討勞 射發在27日台中高鐵站 一名男子喝醉酒想搭乘高鐵 從台北坐到台中 卻在苗栗不小心下錯車 高鐵貼心幫他換車再坐到台中 沒想到男子把遲到的因素 全都歸在高鐵上 不能因為他一個人的喝醉酒 然後就當不到其他乘客 就超怕 為什麼要動手 我很怕他攻擊到列車 還是專務員 因為他們都是女生 當時要傳一次 慘了 我全都要把他壓 股性保全 具有武術專業證照 這次碰上罪漢鬧事 學以致用 帥氣大外哥 記者王俊宣 陳真帽 SNG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